歷史南瓜 大分 歷史南瓜 一早南港國修小朋友 就像萬元起的聲音 大聲發出得更好 從今年三月中所推動的第一期 我要討論你和我討論 在八月第二期末後 今天也尊敵在南港國修 班長標榮 我們一本閱讀 護照式代表看完了40本書 而且我們今天有兩位小朋友 他已經看完了21本的護照 等於有840本的這個重書 這個數量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說我們深深的體會到 知識是不斷的吸取的 小朋友在這裡 由十八月四文化基金會 所準備的巧克力製品 心情是相當高興 透過我的討論給各位 學生小朋友不能夠享受豐富的地勢 也大大提心和豪衡的討論風氣 感覺得到很多知識 本身就很喜歡看書就對了 看很多書可以得到什麼嗎 很多知識 這個閱讀護照實施之後 大大的提升我們學校 小朋友閱讀的習慣 那我們小朋友 從閱讀護照實施之後 變得開始喜歡閱讀 第一期的我讀書 因為是剛開始提供 原本是放在地理特殊館 讓學生小朋友自由收取 不過因為生效良好 未來基金會有心心 將會全國人多重來推動 讓每一個學生都要打掃 有非常多的校長呢 有不斷的在互動 然後也在覺得這樣的成效很好 所以他們在整個聯誼會的分享 所以呢我們現在如果擴極到全縣的話 我想18都市的同仁 絕對會一不容辭的去推廣 讓全縣的小朋友 這個國小的小朋友呢 能夠來養成這麼好的一個習慣 保育電力董事館跟十八都市 文化基金會 也會從九月十五開始 客棟班長列車 整個個好好 萬人化巧克力中品 鼓勵才小朋友 我愛閱讀 YA 既長家紀 蔡恒寶寨 他沒有所考慮